9D MMG 国际音乐多媒体集团呈现 国际风水玄学展2010 咦 举牌的 我说是粉丝来的 我们要二列掌声 欢迎三位师傅 师傅白羊师傅 胡态阳师傅和任俊华 欢迎三位师傅和严向 先打一句招呼 先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胡态阳 胡师傅 大家好 我是白羊师傅 白羊师傅 大家好 我是梁晋雅 博师傅 白羊师傅 好 三位掌声 好了 三位师傅 其实都是刚才所说的 都是我们刚刚在市场上认识的三位法科师傅 不如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如何会加人成为了师傅 因为都一定要跟师傅 不如介绍一下 给大家多点认识 好的 好的 那我本身呢 我已经有十年了 最当初呢 我本身呢 做的职业呢 就是做IT的 我觉得你的长子 是的 真的 是自己 但是我觉得 有时候 发觉很多东西 不是 每个东西都可以 用科学去解释得到 特别是 遇到我的恩师 博谣师傅之后呢 他说 原来很多东西 真的 是有那种法力的存在在 嗯 而且是真的用法力可以帮到人 那 就此之后 就学了这种法力 是的 好 那日间呢 还会和我们更多讲一些和合的东西 是的 没错 但是现在很多香港人喜欢的 是的 好了 接着 好了 司徒大姐师傅 Hello 我叫司徒大姐 其实我日本呢 都挺好笑的 因为其实今集我入门之前呢 我完全不知道神功是什么 真的? 你没有人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听过 是的 你没有人不知道 清朝那些和的 我就以为是那些 是的 因为我小时候呢 家傅就给过我八字 一些师傅看 我怕我有点问题 在这里 扔了我入门 其实我入门的时候呢 我也不知道入门是什么 但是入门的时候 我看到那位 阿明师傅 过教练过去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是很精光 一眼就正光四射 那才能感觉到那种 那种独任成功 那种的威力 自此之后呢 就开始了这种 那样的游戏 那一直学习了十几年 我听说你喜欢做IP的 我也是做IP的 对啊 我坐在那里 我坐在那里 那麽巧也有结果 好 另外轮到梁祖华师傅 你是怎样成为太阔法科师傅 那我本身和爸爸 是做开教育的 所以我从小到大 都是接触着这一个法科的东西 那一路长大 那我开始还没正式去做这种东西 但是近这十几年 那我一直接触多 那慢慢也跟着她去学法 学一些原学的东西 那然后就慢慢慢慢就 就继续做了一学 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呢 就是有少少混淆 那些就是风水啊 那些是法治啊 那些命理的那样 那但是在场这三位师傅 我们叫做法科 其实就是行法的 就是会用过那些弘法 是 那三位 行法科师傅 是否一定会认识风水原来 但是认识风水原来 就未必一定会认识行法 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 因为 麦小叔说 一命减三风水 事迹音德就不能读书 那就 法科来说 就是以我个人的去看法 就 那命三出人有 你当然是三出人是什么人 但是用法科呢 就可以是改造了一路 那就 如果他去买这个风水 那就更加能够帮到你 大家知道有什么 去打 其实呢 我们一常说的原学 原学呢 其实 邓道长你都说过 就是说 其实应该叫原属 因为呢 古时那些风水师 或者一些命令师 其实他们全部都是识法科的 但是只不过他们 就不会说 太将来被识弃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譬如 看到真的有些邪气 有些杀 或者有些非 现实超超自己的东西 就会用到符咒 用那些东西去处理它的 所以风水和法科呢 其实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你见了 曾经发音是这样的 那其实 如果我们去做风水 很多时候需要用法科的东西 尤其是可能做阴窄 那些更加需要的 因为有时候去到一些方山的东西 可能那里会比较阴气 这样的时候 会用到符咒的帮助 所以采访是最好的 要不然就可能 他可能会找另一边拍下来 会弄他 因为以前 有些新闻 可能有些风水师 他就会说 不信法科的东西 就去看风水 又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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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都曾经听到的歌 稍后有机会分享一下 好了 今天三位A师傅 都准备了一些题目 特地拿出来讨论 好了 夫妻先说一下和合哪方面 是 可能大家有点兴趣 可能交给胡师傅 其实呢 和合这两个字 在几方面他说 我们有这个人缘和合 亦都有这个情缘和合 其实和合在当今 现在四号里都很重要 因为可能在工作上 或者是可能在生意上 和不同的客户之间去不到 如果你能够和你的客户 大家的关系做得好一点 还是对于你的工作呢 是事本功倍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在我们的法科里面 就会有一个 和合的科目 可以帮你去和合人员 亦都可以和合这个情形 那样 那当然 可能也可以把法科 强调一些流言风水 那样 例如可能说 明年的 套年那样 那就 如果想吹和一些体事啊 或者可能你有个伴侣 小米的伴侣 那他可以在这个 正西方那边呢 都可以用一些红色的摆设 那 增强那个和气呢 亦都可以在那边 可能放一些 或者吹和人员 或者情形的户 那也都是可以 的帮助得好 那而法科上方面呢 除了风水的造化之外 除了用户以外呢 亦都可以和气去拍视 那可以吹和你个人的 人员 亦都可以吹和那个的 可能感情棍 亦都可以用这个 亦都可以用这个 的法事去帮助到他们 是的 因为我们经常都听到 和合呢 那时是把一些 负面的感觉 透放下来先 就是明明不到我自己 应该不太行的了 希望他会喜欢我 我这样呢 就搞了一些比较 不是那么正常的 关系出现 其实又是不是 真的可以做到那些 那其实呢 如果有个 平时 可能去找我的时候呢 那我都会提醒他 那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看看他的情况是否 合成合理 那当然可能 你是本身可能是 第三者的 那选择要 有别人的那一般 回来的 那我当然会帮他去 那但是可能 有些情况 可能是 反而可能是 他太太本身 可能说他还会 有些参者 是 那这种是不错的 那怎么帮他 就是那个先生 真的不敢出去 勾三 勾四 那这样 其实呢 我们做个和合法事呢 就是说 我们会承受那个 主持和合的方法 来的和合二仙这样 那我们可以 找这个和合 和二仙呢 就会帮到他善信 例如可能 他的对象呢 多点 想起他自己 想起他自己 想起一个 好的事啊 那就等他那个 对象 就是一些自然的做法 是的 就不是说 可能有些人 拆盛人 会不会是一些 很正当的方法 很正途的方法 那他绝对不是 那这个牵不牵涉 那些降头呢 那我们用的是 正宗是道教里面的 法科的方法呢 那就不是降头 绝对不是降头 那是那些成当的 不是 绝对不是 也不需要吃这些什么 会灵精怪的 对啊 那我们用的 我们本来的行业 只是用这个符 那和人家的咒语 是因为他帮助 那个事实信 去祈求他想要的东西 对 因为我跟这些师傅 都行程隔壁 做这些话 他自己都会受关 会的 会的 因为你是契约人 对啊 对啊 好 然后回来再聊 那接着呢 法机师傅 刚才讲到 我刚才都知道 有关系 就是会出事的嘛 不出事 出事 你怎么会出事吧 要看什么福水流流 或者真的有机会 有机会 曾经呢 我就有跟随时份 就是要选择楼的 然后选择楼呢 选择楼呢 选择楼呢 选择到去深圳 深圳 深圳 深圳某一个房子的楼 其实我进去之前 那个房子很坏的 因为他那些私人楼呢 是不会放定处的放棄 偏偏那间房子 隔壁呢 就放到泰山石感冬 因为通常放到石感冬 都是有一些很大的煞气 或者很有问题的地方 才会放棄 古时古时 是石感冬大宗 对啊 那我进去那间房子的时候 就已经问到一种很臭的东西 但是根本已经 Mack了很 desde 那整个房子就有一张案 嗯 您可以敏銀急». 怎麼可以進去直到它呢? 嘩! 推就好像鬼屋闒進去 這一間樓位 VanderPer看到 一間Weeと Venture 香港人 authorと 已經覺得好像不舒服 當時他們聞 ord further 那個時候 那就在我的梯子上 有一條蒙蓉的東西 交往內容 交往內容 說真的 我法科第一 很多人都以為是不會見到鬼的 但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都會見到 那你立刻要拿來電位 真的要拿去 那我沒有 那我真的大關你拿去 只是收回而已 那我亦都走一走一間屋 那我亦都知道我早晚進了房 那我亦都沒有再逗留了 那叫那些客人和那個Agent一起走 因為我說間屋不是很多的 那些就是其中一些 看風水、看柬楼、看風水、預路的問題 亦都有一個過關就是 曾經在黑華監的那些姑娘才怪聲 每晚都在那裡 那我就去監獄那裡看 那用我們的狼神掃機械 起了一個風水盤 那風水盤就說了 他有這點去留心了 那就說了去哪個地方 就是那個方法 放這個地主在那裡 然後我問他的地主 丁師傅那個方法 他說沒有 就這樣放在那裡 因為他的地主放在那裡之後 他的女兒慢慢就走到地主前面 在那裡扣他 說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 那後來我就發覺原生沒有做的地主 可能引了不知道什麼朋友 那又重新 重新將他做的地主 割回一些氣 割回五方很好的力氣 那跟著之後就沒有再發生事了 割回正氣在那裡 割回正氣在那裡